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次我们建立生物样本库 它是智能化的控制 自动化的存放 这样就可以杜绝人为操作 对样本质量安全性的一个影响 同时它积极化程度也比较高 占地面积也比较小 不坚持的 不行 这个都是老的 新的里面都不应该有这个工作 这都是老的才有这个工作 应该做的事情 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说的是 这都是老的 建立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